哈啰 大家好 这里是思思 今天呢是要跟这个 你在咬什么 哈啰 大家好 这里是羞耻挑战2.0 最近呢又买了很多乱七八糟 被老妈看到要打的东西 所以又出了这么一期视频 至于我为什么会买这些东西呢 哼 这次也是点赞过一万的话 就出第三期 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首先呢第一点是这个 非常清凉夏天可以多种穿法的吊带 我相信大家有透视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我就不脱了 我不太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买这种东西呢 我都不太敢穿出来 好了 看到了吧 下一件 这件是可以多种穿法的 就像是这样子 挂脖的 还可以这样 这样 这样 我觉得有点原始 我妈就经常来帮我收拾衣柜 所以我觉得她就是来检查一下 我有没有用买这种做来衣服 接下来要说的是身上这一件 要跟大家说的是 对不起又买到夹货了 像上次这件心抽抽的 给大家分享我的漂亮的吊带 那件也是买到夹货的 真的很烦 为什么这些平台 我老是买到一些夹货 就是我压根不知道这个衣服是有牌子的 然后买到夹货 就我这个人比较土嘛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尚牌子 然后又买到这样的夹货 就很烦 然后这件衣服我从来没有穿出去过 首先是因为它 就我买到夹货嘛 我觉得心里挺受愧的 就没有穿出去过 第二个就是 它这个洞啊 我觉得一扒开就是可以喂奶的衣服 到底为什么喜欢买它 我是这样子 很羞扯 接下来这件 我收到的时候就是很震撼 因为我大受震撼 这件衣服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该怎么穿的 因为我收到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带着 我绑了一个 前面应该是这么穿没错的 但是我穿反了 我觉得脱下来又穿上很麻烦 所以今天就完了 看起来还行 而且这件线头 它说这个是设计 很多很多这样的线头 我也不是很懂啦 这里也是线头 这种衣服 我之前不是拍很多那种辣妹穿搭吗 我就打开乘收软件 搜索辣妹 然后通通下单了很多很多东西 这件是堆在块地里面一直没有穿的 然后拿出来的时候真的非常震惊 大受震撼 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堆破骨披肩的 我买了40块钱 我的吊带都是基本上都是10来块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40块好贵 它就是一堆破布 然后我觉得拿来拖地也不怎么样 它不吸水 这一块布 然后这里是跟绳子 两根绳子 三根绳子 不要玩 然后这些都是线头 看到没 这是线头 这个店家跟我都是设计 老XXX 记件 这件T恤其实我觉得很好看 很特别 就是正面它看是这样普通的T恤 但是背后是 它是这样的 这些我朋友都说很丑 但我觉得很好看 很特别 我觉得穿上就可以去拍那种街拍 很时尚 你们觉得好看吗 接下来这件是个毛衣 为什么我可以大夏天买毛衣呢 它说这个是非頤文化的一个潮袖 是 这件毛衣是潮瘦的 然后鲸鱼很漂亮很可爱很刺骨 但是就是它也蛮贵的290多 我觉得穿上身还挺扎的 我觉得我腻在这个视频里了 而且脖子特别扎 这件的话其实就是有一点土啦 我觉得还是拍写真可以穿 拍那种胶片写真 但我朋友都说它真的很丑 别穿了 所以这件也是要请大家打分干嘛呢 干嘛呢 这件还是要请大家打分的 这期视频到这里啦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哦 拜拜 然后还是按照惯例的话 买1万点赞就出下一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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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バ